拿起腳杯高舉到頭部 再繞了繞香爐 里長娘直出的第二腳 眾人看得驚呼連連 還不斷比手是退退退 不要碰到了 因為直出的是難得一見的立腳 立腳出現在南投竹山正爵寺 腳杯直挺挺的站好 廟方趕緊拿來幾捆金紙 繞成一圈 再小心翼翼用塑膠罩封住 重人搶拍立腳留念 也引發熱議 李華老師用科學的角度解釋 他說腳杯是木頭做成的 每一次被拋丟在地上 碰撞及摩準的角度 都不太一樣 不會實際發生的機率 他的重心能夠剛好地維持住 讓他在平衡點上 確實是有機會產生恰規的 但說實話真的是微乎其微 南投竹山正爵寺大師爺文化祭 不同於一般宮廟活動 集中在農曆七月半 而是下半場才開始 直腳送金元寶活動第一天 就因罕見的立腳掀起高潮 三立線無愷 南投報導 我